2018年10月21号 台铁普悠马出轨翻车意外 台铁第6432次自强号普悠马 在宜兰县苏澳镇西马车站出轨 造成18人往生 200多人受伤 一个一个透过救难协会的人 大体一句一句地抬出来的时候 真的很心酸 近似金社六位法师返回花莲途中 在宜兰停留 与志工一同前往医院关怀 在医院的有 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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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际基金会立即启动关怀机制 在罗东联络处及西马车站 成立服务中心 为救难人员及受伤乘客 提供浆茶 热食 环保毛毯 浮沸床等物资 我们现在就缺热食 热食要先赶快过来 好不好 热食汤汤水水都要先过来 此际人员会设置医疗站 守护现场工作人员 你的脉幅也比较高 你应该是没有什么顺路 从昨天晚上到天干 我赶了你 用什么刮到 玻璃吧 玻璃啊 小心啊 历经60小时抢修 在24号上午5点28分 恢复双向通车 此际动员志工1228人次 提供热食1429份 骑马车站医疗驻站服务34人次 2011年10月21号 温哥华市颁定镇言上人日 肯定上人带领慈利志工 无私奉献 由慈济加拿大分会执行长 何国庆代表寿林奖状与证书 很多人在一程中 让世界一双双双双 她的思维 有很多人在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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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让世界一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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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就是十方大德的善寡 我們有義務來負責這個事情 設立科別多達22科 規模相當於醫院等級 2018年7月 衛福部核准改置為 斗六慈激醫院 成為慈激在台灣的第七家醫院 1996年10月21號 加拿大分會與溫哥華中央醫院 合作成立慈激醫院 經濟傳統醫學中心舉行開幕典禮 如果你是一個癌療療療療療 如果你是用藥療療療療療療 如果你用藥療療療療療療 會否影響嗎 會幫助嗎 這就是為了我們建立的原因 為了把兩種系統的最好的 結合東西方文化 以科學研究帶領中醫等另類療法 進入新領域 此中心的成立 當時成為北美洲首座 大型另類醫療機構 這BC省省長他說 由於慈激傳統醫學中心的成立 這三年來讓他西方 東方醫學的交流 做了很大的貢獻 肯定慈激傳統醫學中心 當地政府每年給予經費補助 後運政黨輪替補助隨至終止 該中心於2004年正式解散 第五十八屆的電視金鐘獎 昨天揭曉大愛電視兒童